喜悦派来了 来得迅若雷霆 伴随着七里警号 数十名白衣人出现在竹林之外 刚一出现 便向小竹林处飞奔 在空中划出大片银色的光影 虽只有数十人 却带出千军万马般的惊人气势 一名职守的英堂下属 只来得及挥了一下刀 就见白色身影已从自己身边掠过 下一刻他晃了晃 陡然炸出一盆血雨 身体亦是四分五裂 竹林摇曳 大片青色光雨乍现 如狂风暴雨般 习向这群不俗之客 仔细看才会发现 这些光雨分明就是林中青竹夜 五 伴随着一声轻贺 那数十名冲来的白衣人手中 同时现出一片凛冽的刀光 将自己整个护于刀锋之下 青色光雨在进入护体刀锋中后 亦是纷纷被绞成击粉 但是下一刻 林中刷刷刷射出数十道青竹 如长枪般呼啸而至 斩 刷 远武的刀锋 陡然变直 形成道道刀芒 近批长空 与那空中青竹 击撞出一片迷离彩光 于是小株林的天空上 已荡出一片绚丽的光彩 击落青竹 白衣人继续前冲 地面上又有无数砂石飞起 如漫天烟尘席卷而来 震 所有白衣人同时出掌 空气中炸出一片斑驳的暴响 震荡的空气波在四周回荡 将那袭来的烟尘逼退 不过接下来又是一波毒虫 向着白衣人袭来 株林中 一名英堂弟子飞速向小屋跑去 见到顾长青败倒 英主 喜悦派来袭 英堂弟子正全力阻止 就快挡不住了 是什么人在主持 不清楚 不过来者组织有度 配合得大 看出手 像是战部下手 战部 顾长青 倒吸一口冷气 为了救人 谢风堂竟然把战部弟子都派出来了 战部弟子 专为战斗而训练 最善群体拼杀 精善合击与战阵 作风永汉 战力极强 他们也是少有的 能以数量弥补质量 越阶击杀高阶的存在 起阵 我们撤离此地 顾长青 沉声下令 竹林中 刚风四起 形成一片漩涡的青涩风潮 是青刚杀阵 不可冒进 一个声音突然从后方传来 直 赫声再起 此时 那任何攻击都挡不住他们进攻脚步的白衣队伍终于停下脚步 细细看去 总计三十六人 人人血金蒙面 手持钢刀 目光冷冽而不发一眼 唯有刀上低下点点血光 证明就在刚才那一瞬间的冲锋过程中 他们已经保隐了竹林外所有哨探之血 风 所有白衣人猛羊手 对着天空一指 大片银色丝线已从他们指尖飞出 就像是猪王吐司般 密密麻麻布满整个天空 交香缠绕成一片巨大的银色天网 将整个竹林照于网中 既然暂时无法突破对方的阵法 就干脆再制造一个阵法 让对方无法逃逸 这领军之人倒也是决断信诉 在这三十六人之外 还有一名未蒙面的身材修长 面容冷峻的青年男子 此刻猛的回头败倒 战步先锋堂下属第十二小队队长 卢宇见过谢汤中 后方施施然走来数人 为首者赫然正是谢风堂 他竟是亲自来了 刚才下令停止进宫的正是他 在他身边还站着几人 包括斯悦尔 新悦 还有苦道人等人接在 除此之外 还有一名男子 全身铠甲 毕恭毕敬的 跟在谢风堂的身后 起来吧 谢风堂淡淡的 干得不错 还是让他们发出警讯 启动了阵法 弟子犹如使命 卢宇惭愧道 本应是一场绝佳的突袭 却还是惊动了目标 导致公败垂成 他心中自责不已 就连谢风堂的夸奖 在他听来都带了极大的讽刺意味 谢风堂倒是并未在意 这的确不怪你 行动太过仓促 无法及时查知 所有暗哨所在 有所遗漏 也是正常 顾长青 也确实是个人才 看他手下应变果断 临危不惧就可知道 唉 终究是可惜了 安抚了那卢宇的情绪 谢风堂这才道 西凉 你去破掉青岗阵吧 是 旁边一名留着三缕 常然的中年男子 已是功身应道 此人就是喜悦学院 周天台的负责人 赵西凉 桃燃居的守护阵法 就是他布置的 一个秘密据点而已 竟然也不清刚之 这个顾长青 还真是够谨慎 够小心的 新月说道 思月儿却不满地哼声道 哼 都说了 我们几个亲自出动 解决问题不就好了吗 要什么战堂弟子先出手 拜拜浪费机会 此话传到 鲁鱼耳中 又是一阵脸红 倒是谢风堂笑道 什么事 都要我们亲自出手 那要弟子做什么 再说了 你我出手 也未必比他们做得更好 那些暗哨 各处分布 相互之间皆有联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除非我们能做到 瞬息转站三千里的地步 否则还不如他们呢 不过 小小一个青竹林 竟然能布下青钢沙阵 而不惊扰他人 林元明 他真是不想活了 他的声音突然阴沉下来 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 旁边的将军 已是满头大汗 回远主 此地 虽是林赏书的产业 但林赏书早已告老还乡 现在是林赏书的一个外戚在管着 此事 或许与林赏书与无关 还是再查一下吧 不用查了 谢风堂淡淡道 十二年前 我喜悦派在墨丘 布下三处密所 在一夜之间 被天神宫拔起 导致失去了 整整十六名精锐案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时负责为这三处 提供后援支持的人中 就有林元明一个 此事 我喜悦派追查多年 却一直没个结果 但这林元明 却是上了怀疑名单的 现在看来事无巧合 你回去之后 就让国主抄了他家吧 我喜悦派什么都可以商量 唯有这勾结外敌 汉派卖国之事 绝对不能容忍 那将军深吸口气 终究只能恭敬道 尊上师欲 引往现 如星罗密布 横梗天地 赵新国冲过来叫道 他们把这里都封死了 顾长青看了一眼 竹林天空 是三十六人天岗阵 他们来得太急 战步弟子人数不足 组不成完整的封天锁地局 上天无路 入地有门 用大五行蹲地法 启明急道 可是庸主 大五行蹲地法 带不了这么多人走 不如让他们各自 用蹲法逃逸吧 不行 普通蹲法 无法带人 且距离过短 轻易被追杀 必须用大五行蹲地法 才能带唐杰 逃离万全城 顾长青深吸口气 至于带不走的 灵海以下 所有弟子 原地死守 这一声令下 所有人同时一阵 唯有赵新国教导 只能如此了 他已是急急跑到林中 高声教导 灵海以下 所有弟子 死守竹林 为我天神宫霸业 补息一死 补息一死 竹林各处 已是纷纷回荡起 天神宫弟子的吼叫 与此同时 所有灵海以上的 英堂属下 纷纷退离竹林 开始联手布置 大五行蹲地法 就在联手施法的同时 只听外界轰然一声巨响 整个竹林 突然摇晃起来 青色飓风标卷 掀起阵阵狂风 他们在破阵 青钢一动 有弟子大声喊道 这一定是赵锡良 起名 面色一片惨白 大五行蹲地法 作为长途传送术法 需要多人联合 并消耗一定时间 方能施展出来 赵锡良破起阵来 却是雷霆万举 上手就惊动青钢 使得阵中灵气震荡 一时间竟难以凝聚 显然是知道 他们有可能使用 大型术法逃脱 因此 破阵之余 不忘扰动灵气 破坏己方施法 照这个架势 只怕大五行蹲地术未成 喜悦派 就已先杀起来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赵锡良既然来了 只怕谢风堂 也到了 英主 怎么办 一名英堂属下叫道 顾长青尚未回答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让留守的弟子杀出去 阻挠破阵 恶然回首 只见说话的 赫然是唐杰 他正坐在地上 靠着门妹 看着众人 经过片刻休息 他已经恢复了少许精力 唐杰 一看到他 起名眼中已是喷火 就是因为他 英堂一下子损失了众多好手 被迫放弃一个经营多年的重要据点不说 更要舍弃一批弟子用以逃命 这个时候 他竟然还敢站出来说话 要不是兵剑事关重大 他真想宰了这混蛋 尽管如此 他还是喝道 你要再敢胡说 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唐杰笑了笑 战部三十六人队构成锁天局 暂时已无暇出手 赵锡良破阵 一好心灵 此时派人出去阻挠 可受骑兵之效 他们不会想到 你们这时候敢主动出击 破阵与布阵一样 都有关键点 一旦受骑 导致手忙脚乱 很有可能就会前功尽弃 反正他们都是要死在这儿的 何不尝试一下 也算最后尽些心力 放屁 满口胡言 你是故意让我们的人去送死 启明怒道 顾长青却突然道 不 他说的对 反击 更能为我们争取时间 启明一愣 英卓 顾长青 却只是盯着唐杰看 不过 反击需要把握好时机 如果时机不对 则效果大减 我们不懂阵法 难掌时机 不过看起来 你倒是懂 该死的 我早该想到 虚木阳 还当真待你不薄 唐杰 却只是看着竹林中的青色风潮 难难道 青刚狂舞 乱象壁线 这是杜门受袭的结果 赵锦良是从此处下手 先破掌控 去除变化 扰动灵气 破坏施法 喜悦派行事 速来讲究稳妥 赵锦良也是如此 却是失之于私板了些 若待修门运转至于渡门重合时突然出击 绝对 绝对会打他一个措手 不及 顾长青和启明皆是一呆 此时此刻 他们已经彻底看不明白唐杰了 你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启明难难的问 唐杰却不理会 只是继续道 不过 赵锦良 除了是镇道大师外 本身也是托凡静 九转七的强人 光靠几个英堂死尸 可未必能对他造成多大影响 所以 必须派出至少一个托凡静 才能成功牵动 当然 这个人 事后多半是死定了 说着 他看向启明 咧嘴笑了起来 你去组他 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出手最佳 我 启明彻底傻了 对 你 你可以选择 像个英雄一样战死 保护你家英主带我逃跑 也可以选择 你们所有人 一起死在这 说到这 唐杰笑意 越发浓厚 都说了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 偏不信 竹林外 赵锡良正在全力以赴的破阵 手中灵器如丝如现 分点各处 交缠连绵 不停地扰动着阵法运转 在他的掌控下 那青岗阵已渐渐陷入运转失灵的状态 渡门起封烟 变化再难长 看到此景 赵锡良 赵锡良呵呵笑了起来 呵呵 英堂虽不青岗阵 但不阵之人显然不在此地 有阵而无掌 等若 有城而无兵 空有大阵 又能奈我何呀 给我碰 他对着眼前青岗大阵 摇摇一按 一只巨大手艺 已对着青岗阵压下 就在此时 阵中骤然飞出数十道身影 其中一人快捷如电 直指赵锡良眉心 赵锡良大惊 只是惊鸿一瞥 已看出 对方至少也是脱繁镜的修正 绝不敢强受此一击 只能是忍痛收手 双掌连续拍出漫天掌影 将身前所有空间封堵 只听啪啪啪一阵暴响 剑光与掌风激荡出惊人的灵巢 赵锡良闷哼一声是应声退去 这一剑他虽然接下 只是那原本摇摇欲坠的青岗阵 却又重复稳定 混蛋 赵锡良气得几乎要吐血 渡门之中光滑大放 已重复掌控 不仅如此 一道青光更是标卷而出 直洗赵锡良 逼着赵锡良只能再退 与此同时 那初剑者紧追不放 剑气纵横间 对着赵锡良已是连续展出 三道犀利的剑光 他自知必死 此时此刻唯一想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 拉一个托凡镜下水 只是就在他初剑的同时 一声轻横 骤然在耳边响起 这声音如木骨沉重 震得起名眼前一花 这一剑竟然至了至 没能刺下 远处 一只青色手掌骤然出现 由远至近 告诉习来 正拍在 他的胸口上 主持人 作证